你绝对没见过这么猛的小伙儿 自己孤身一人就敢独闯敌军司令部 凭借一把小手枪 就能轻松虐杀敌方的顶级特工 就在昨天晚上 燕霜英亲自带队 准备将敌人的老窝端掉 他伪装成敌人的干部 混进了戒备森严的棚水线 他派人将敌人的探照灯打碎 让敌人全变成了睁眼家 随后战士们趁着敌人看不见 直接直升了20米的小梯子 他们四人在下支撑 一人爬到顶上 利用机器人的钩子 在城墙和战士之间 勾到了一条神奇的天路 战士们跟大碰的额子一样 咻了一下就飞到了对面 还正好碰到了几个血压高的小卡拉米 拿着高低得给他们安排上 最新的放弃疗法啊 其余战士也开始了潜入之旅 他们悄无声息的 出现在城楼的各个角落 消灭敌人并取而代之 在黑暗的驾驶下 他们就像幽灵般 无声杀戮 就算是偶尔有一两个小失误 也能轻松蒙混过关 战士们偷摸 将炸药放去好 把重击枪对准成内后 才让夜空重新出现光亮 而此时 燕霜鹰已经来到了敌人的大尾营 三人稍稍用出一程功力 就把敌人唬得团团串 小队长还专门打电话 让师部的派人前来迎接 结果电话那头的长官却告诉他 燕霜鹰是敌人假扮的 小队长强忍着恐惧 拖延三人 看脑门闪的冷汗 倔强的暴露 燕霜鹰直接强占先机 把敌人全部变成了炭烤五花 随后他们兵分两路 一人开城门 一人放信号弹 城外的高进 立即按下引发按钮 上时间 蓬水县灯火通明 咱也不需要探肘灯来照明了 有灯不使 咱就是玩 战士们顶着炮火一路消跑 轻轻松松进入城中 猛烈的火力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 城墙上的战士也没闲着 敌人的枪 敌人的弹 把敌人打得都滚蛋 这群小克勒米们 根本就不是战士们的对手 战士们还没发力呢 他们就受不了了 那家伙跑得比兔子还快 燕霜鹰立即带人 朝着敌人的尸部赶去 准备活住敌人市长赵友德 而在尸部大楼的赵友德 听到战士们已经攻破城门后 吓得他昨天新买的iPhone14 都掉在了地上 老话说好汉不吃眼前盔 赵友德正收拾东西 准备跑路呢 军统的王牌顶级特工成汤 却突然带人闯了进来 三下五川 直接把赵友德干掉 占领了尸部大楼 等到燕霜鹰带人找到这里时 却发现小楼里密密麻麻的 全是战士们的尸体 自连长连忙想到解释 他前后派出了三拨战士进攻小楼 可他们还没冲到楼门前 就被敌人一枪一枪打死了 是 就这么啪啪的 弟兄们就都倒下了 燕霜鹰听着战士们的描述 瞬间就断定了 里边的人绝不是普通士兵 他立即派出几名士兵前去试探 在战士们的火力掩护下 从侧面进攻 准备爬上大楼旁边的水塔 来观察楼内的敌人 可第四名战士刚爬出去 就被敌人一枪打倒 其余三人继续行动 结果又被敌人发现 最后只剩下了一名战士 他在楼外观察情况 无奈燕霜鹰又派出一名士兵 进楼观察 这小伙儿腿脚特别麻烈 5.8秒就冲到了二楼 可是他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 就被打了下来 但是好在并没有打到要害 他强忍着疼痛 将楼里的情况告诉了燕霜鹰 上面 上面没看到敌人的 燕霜鹰一听就知道 该自己上场表演了 他让四连长火力掩护 然后带着战士们就冲进了大楼 他们聚在一起互相警戒 完全没有注意到 从他们的头顶上 竟然伸出了一支枪管 砰的一声 一名士兵应声倒地 其余战士连忙寻找掩铁 将枪口对准刚刚的方向 结果却是连个人影都没瞅见 燕霜鹰连忙让战士们贴着墙壁前进 可是身后竟也有敌人 燕霜鹰反手一枪 直接把敌人送走 随后带着战士们转移到一个射击死角 他告诉战士们 这楼里至少有五个神枪手 让他们赶紧撤退 自己留下来干掉他们 战士们对燕霜鹰有着绝对的信任 立即封烟逃跑 而接下来就是属于燕霜鹰的猎杀时刻 他敲没的抽出尸体上的小铁条 然后绑上不要钱的大麻绳 再偷偷雇用到墙边 把铁条怼到旁边的泥土中 最后再将绳子的另一端 绑在自己的右腿上 燕霜鹰凭借着灵活的走位 来到了下一个猎杀位置 他就地去裁 将铁桶伪装成自己后猛的推出 凭借着听声变位的本事 轻松收获第二个人头 紧接着他拿出烟雾弹封烟 转移到新的藏身地点 敌人还在寻找目标 燕霜鹰却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上天套餐 他将铁桶一个一个的推出 碰撞声瞬间吸引敌人的注意 然而就在敌人愣神之际 敌人的同伴立即开枪 结果燕霜鹰却有铁桶护体 一路滚到了深坑之中 敌人连忙跳下楼梯前往查看 可没想到桶里根本没人 而燕霜鹰此时却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一将结束了他的狗命 紧接着燕霜鹰开始搜寻最后一个敌人 而过他却发现敌军长官竟全在这个房间死去 就连师长赵友德也惨死在自己的会议桌上 燕霜鹰只能拿走他的士官证 方便回去交差 可就在他拿起镜子 欣赏自己那帅气的脸房时 却发现身后的尸体竟缓缓站起 他连忙侧头躲过子弹 然后翻身躲在桌子后方 一旁隐蔽的队友听到声响 就想冲进去帮忙 包括却被同伴阻止 你忘了燕霜鹰的绰号了 半人半 身枪第一 燕霜鹰此时正躲在会议桌后沉思 因为这个敌人是他迄今为止 遇到的最难缠的一个 忽然他灵机一动 找来一根麻绳 将其套在了手枪的扳机之上 然后他把手枪上旁 跌在了自己的腰间 隔完这一切后 他才端着枪缓缓走出 寻找着敌人的踪迹 我知道你会出现在我的背后 我也会很轻易的杀死 忽然一阵声响将燕霜鹰吸引 可就在这一瞬间 敌人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 注意看 这绝对是你见过最淡定的小伙 被人用巴雷特指着脑袋 依旧面不改色 反而把手里的枪放下 跟敌人讨论起了人生隔离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燕霜鹰的话音刚落 就从他的后背 瞬间射出三发子弹 敌人当场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而燕霜鹰却蹲到他的身边 一脸圈圈的说道 你打我三 你打我三 本就身受重伤的敌人 直接就被燕霜鹰气得螺旋升天 随后燕霜鹰继续在楼内搜寻 可谁知道有个老六 竟然在门口设置了炸弹 还好燕霜鹰反应迅速 一下飞到屋外的大树上 等到敌人冲出来后 他又再次起飞 把他送走 可是这人还有同伙 燕霜鹰只能用出一招 空中挡秋仙躲逼 他本想趁机将敌人一把甩下 谁知道却被他牢牢抱着大腿 燕霜鹰无奈 只能掏出计划手雷 让敌人超计划为猴才雷 随后一脚把他拽下 让他直接一分为二 紧接着又是一名敌人出现 他采用的战术则是送货上门 这会一下子跳到燕霜鹰的怀里 变身为人肉杀包 准备把燕霜鹰给累死 结果他自己一点都不扛送 两拳下去 他就上天和家人团聚去了 燕霜鹰借助他的绳子 从半空爬了上去 仍然等他再次进到屋内后 却发现屋里竟然多了一个美女 他紧身的走到美女旁边 可突然沙发却直接爆开 身穿皮大衣的成汤从中滚出 和燕霜鹰比划了起来 两人都掏出了匕首 使的招式也是花里胡哨 不过第一次的碰撞 还是燕霜鹰更生一筹 这下子成汤开始急了 用出的招式也是毫无章法 被燕霜鹰逮造机会 一个托马斯玄玄把他扫翻 又是哭斥一脚 把他踢飞巴掌圆 一声要强的成汤 很快又发起第二轮进攻 这次他凭借着皮大衣的家成 暂时占据上风 可哪曾想燕霜鹰竟用出了 失传百年的空口夺白刃 把成汤都整不回了 直接甘拜下风 可他没想到 燕霜鹰这货 不仅没有一点高手风范 竟然还是个画篮 看你的身世 应该不是一个画案多的 嘿 巧了 燕霜鹰还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让成汤举手转身 接受自己的搜查 可没想到 这个老六竟然使诈 成汤的小皮鞋上 突然长出了一把小刀 他趁着燕霜鹰不配进行偷袭 可是他却仍然不是对手 被燕霜鹰按在地上摩擦 忽然成汤又是印章 把燕霜鹰按在桌子上 欲行不轨 可燕霜鹰怎会屈服 抄起桌边的小电话 在成汤的脑袋上疯狂打扣 成汤被砸的脑瓜子嗡嗡的 燕霜鹰为了让他长长迹象 抓着他的腿 就是一顿猛锤 两分钟不到 就把他打得亲妈都不认识 成汤跟喝了三斤散喽子一样 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 他决定使出成名绝技 小成飞刀 结果第一刀没描好 直接扎玻璃上来 他不服输的又来了一刀 可却被燕霜鹰的双指缠给夹住 像你这样的人怎样去改变 只有死 然而消失已久的美女 此时提枪上阵 他无以约两人争动 只想离开这里 看美女的身份不明 燕霜鹰又怎会放他离开 突然成汤好像看到了希望 他鼓动着美女向燕霜鹰开枪 快开枪啊 成汤到死也没想到 自己堂堂王牌特工 竟然会栽到了小小的棚水线 惊魂未定的美女 又把枪口指向了燕霜鹰 紧接着就是鹰哥的名场面再现 不过独女的枪里没有子弹 燕霜鹰不停地用语言 冲击着美女弱小的心灵 把美女吓得当场就要找妈妈 燕霜鹰趁机活过手枪 然后再次开启他的高光时刻 你赢了 燕霜鹰这一手操作 把美女直接整崩溃了 大骂他就是个疯的 燕霜鹰没有搭理他 而是静止走向一旁翻找文件 他在一个文件夹中 找到了最有价值的一封信 打开信封后发现 敌人正执行一个神秘的猎鹰计划 他的心中顿时已惊 以为这个计划是针对自己的 而他的第六感告诉他 屋内的这个女人 一定知道点什么 收拾完文件 就上前和美女讲道理 让她交代自己的身份 和所有知道的一切情报 可是美女已经被她吓傻了 无奈的燕霜鹰 只能将她带回去慢慢审问 燕霜鹰知道 对付女人不能驱打成招 而是要走感情路线 她帮忙找回了美女与家人合照 美女看到合照后 瞬间泪奔 燕霜鹰则在一旁轻声安慰 双重攻势之下 美女很快就交代了一切 原来美女叫赵亚琴 是一个顶尖的军械专家 她的丈夫因为肺炎去世 一直与儿子相依为命 可没想到就在上个月初 承汤这个小逼三 竟突然绑架了赵亚琴的母亲和儿子 用他们的性命 逼迫她为自己办事 赵亚琴为了家人的安全 才无奈答应了承汤 那么他们要你帮什么吗 赵亚琴并不知道具体的任务内容 只是猜测与自己的所学专业有关 燕熊英了解完情况后 立即派人将情报上报给处长 包括承汤随身携带的 重庆沙平坝大礼堂的建筑平面图 处长一听就警觉了起来 因为三天后 我军首长就要在那里出席会议 而且就在昨天 隐藏于重庆的情报员也传来消息 重庆市内的代号老板的迪特 正在组织着一场暗杀行动 处长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他决定去棚水一趟 亲自向燕熊英了解情况 棚水县城内 燕熊英正在捣鼓着搅换来的巴雷特 可他打了半天 愣是一枪都没打中 就在这时 赵亚琴走了过来 他和燕熊英讲述着各个零件的用处 然后为两人演示使用方法 燕熊英按照赵亚琴的方法 比胡了画表 竟直接一枪命中马心 他由衷的对赵亚琴心生佩服 将赵亚琴带到办公室休息 可赵亚琴没想到 一个熟悉的黑影 竟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他瞬间被吓得大惊失策 赵亚琴大喊着向外跑去 结果迎面撞上高晋 他赶紧把刚刚的情况告诉了他 可高晋查看时 却连个人影都没发现 他让赵亚琴好好想想 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四面八方的战士 瞬间将他围住 而黑影也慢慢走出阴影 露出了他原本的样子 好家伙原来是他们燕影长 成汤的衣服 倒像是给我定做的 连说英穿着成汤的皮衣 和俩人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原来他准备假扮成汤 混入敌人的内部 把敌人的衣帽彻底粉碎 到了晚上 连说英连饭都不吃 竟然捣鼓起了搅和的流声机 因为他从赵亚琴的口中得知 这台流声机是成汤带过来的 而且他还在成汤的包中 找到了一本密电码 这说明他们一定随身携带着电台 可他们的战力品中 却并没有发现电台的影子 我从感觉这部流声机 哪有点不对劲 连说英立即找来螺丝刀 把流声机大卸挖块 果然在流声机的底部 发现了敌人的微型电台 他立马将其组装 然后派高进去叫报员 同一瞬间 远在重庆的老板 也监听到了消失已久的电台信号 连说英立即让报员 以成汤的身份向敌人发出电报 可老板得到电文后 却发现了不对劲 这老板不愧是幕后的大帽子 把一切推理得明明白白 可他的对手却是人间庆醒 燕霜英 在发现敌人的电台静默后 燕霜英立即意识到 这是敌人的试探 但他并不慌张 反而和高进落起了闲刻 果然五分钟后 老板又下令打开了电台 询问成汤的行动编号 不过这对燕霜英来说 就是送分题 因为在缴获的密电码本上 就清楚的记录着行动编号 老板看到燕霜英发来的编号后 心中的疑虑已经消了大半 可他未确保万无一失 又问起了成汤的身高年龄 该说不说 老板的这一问题实在刁钻 身高还好 但年龄要是错了 那他们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关键时刻 燕霜英察觉到了一丝端倪 燕霜英根据成汤包内的任务说断定 两人根本不认识 因为如果他们真是老乡时的话 那老板就可以直接请成汤回来帮忙 而不是需要任命书委派任务 他让报员随便发了一个答案 老板收到后 对燕霜英已经放下了戒拜 这场都是斗勇的博弈状 还是燕霜英更生一朝 随后他立即向司令 汇报了自己要潜入敌军内部的计划 司令员对此当然是双手赞成 第二天就和处长一起到了棚水县城 燕霜英将自己的计划 又详细的与长官们讲述了一遍 司令对此大为赞赏 但是这一行动还必须有一个人加入 那就是军械专家赵亚琴 因为他的微信 使得燕霜英无法找人代替 他立即找到赵亚琴 询问他的意愿 赵亚琴自然是不会拒绝 可他的儿子与母亲 在贵阳被城堂抓走后 便阴心全无 于是燕霜英决定 行动开始前 先将赵亚琴的家人救出 他利用电台 获得了城堂的腹下的落脚点 燕霜降临后 战士们直接向那里 发起了进攻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这群小卡拉米控制 但是不幸的是 赵亚琴的家人 在半个月前 就已经被他们秘密出局了 赵亚琴是否能向敌人够仇 燕霜英的潜入计划 又能否成功 剧情不迷路 点点小关注 我是华子 我们下集再见